小分队火虚火为 根据阿富汗地形 建议组建以百个这样的游击 带游击性质的小分队 不要用本地人 要用我们四川人 我们四川人是为战争而分的 例如十大元帅里面有四个元帅就是四川人 好 四川的这个韩先生看来对军事问题很感兴趣 现在我们请陕西的观众王先生参加讨论 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好 请讲 我的意思是 这里只有一个 所以说对一切的邪恶的世界 不能够用良心的自由来作为那种 给那个管理 你看美国在伊拉克 或者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 他们因为美国在国内的话也是用它 因为用那个路德或者说 在中世纪的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那个时候的话 崇尚于那个良心的自由 但是的话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我要求 我认为美国人的话 他应该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绝对的那个上帝的这种实戒 或者说以圣经的这种法律为标准而普及下来 然后呢必须每个人都要遵守法律 不管是外邦人还是那个信徒 必须要遵守法律 这个的话才能够让那个人呢 才能够有这种 和平的这种 这种 这种景象 如果没有法律的话 没有一个很公平的法律的话 没有一个上帝的这种 至高的法律的话 那他们的话就是很 就是肉肉强食的这种东西的话 是非常非常 这个肯定会有一个很 混乱的现象 现在那个美国和伊拉克 那个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是这个样子 好 谢谢王先生发表的看法 伊斯比先生 那个陕西的这个王先生呢 提出这个问题啊 据我们所知这个 美国军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还是这个遵守法计的时候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报道 就是在伊拉克那个黑水公司 杀害了平民之后 那有关人员呢 还是在美国国内法庭受审 那么在阿富汗这个军队 是这个是不是也是 在遵守当地的法律 这方面情况 你有没有什么了解呢 这王先生的看法 你有什么回应 美国军队确实是 试图遵守阿富汗的法律 不管是在大事 比如说是保卫人民的生命 或者是小事 比如说不要喝酒 如果喝酒的话 其实违反了当地的一种宗教 但是确实有一些问题 那你有一些军队在别的国家 在进行战争 但是像联合国的秘书长也指出 他的特别助理也指出 有的时候 如果你乱杀平民的话 也会有很不好的影响 那会让当地人 对于反叛分子更同情 所以现在的问题 并不是美国的军队 而是阿富汗 它本身没有一个司法体系 法官啊 律师啊 或者是审判啊 这些在阿富汗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叛乱分子 在当地那么有影响力 那么有说服力 因为他们是 过去就一直是一种 当地的正义系统 那么这个阿富汗 那个塔利班 能够面对联军的这种 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 还能够生存下来 这个是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你认为 当然 塔利班在巴基斯坦有基地 在那里联军是不能 进行战争的 而且 巴基斯坦军队 有对他们采取一些行动 但是 他们主要考虑的是 不要对巴基斯坦 造成什么威胁 最近几周 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也开始 毁坏 Karachee港来的一些车辆 也是 伤害 联军的一些补给 所以 他们也是显示出 他们力量在巴基斯坦 越来越强大 他们除了 跨过国境 从阿富汗 从巴基斯坦 跨过国境 发动袭击之外 塔利班 是不是还有 在阿富汗境内 也控制着 一部分地区呢 因为我以前一段时间 看到报道 他们控制一些 某一些公路 战略公路 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局面 他们 他们 当然可以封锁这个高速公路 但是呢 他要需要几千个士兵 才能控制高速公路 但是 如果你要让卡车啊 或者是公共汽车 无法进行的话 只要六七个人就可以了 拿把枪就可以了 那么在罗格尔省的时候 我在那里的时候就看到 塔利班分子就 这个切断了高速公路 所以 在罗格尔省呢 这个问题很严重 在卡布尔 他们也可以切断一些公路 这都不是有效的控制公路 但是在有些地方 在南部 特别是堪报省 乌斯高省 哈尔蒙省 杂布省 他们是叛乱分子的集中地 在那里 他们可以控制公路 好 我们再接听一些电话 广东的吴先生 广东的观众吴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想那个阿富汗的局势 现在这么糟糕了 应该说是跟美国那个 打拉仗战争 即使 又打拉仗 伊拉克战争有关 因为如果他不 不马上发动伊拉克战争 把那个兵力击中 戒灭那个塔利班的 长部啊 那个余部啊 可能会那个形式会比较好 现在听说 我看了很多报道 听说那个塔利班都掌握了将近一半的那个领地了 好像那个总统啊 都是成了一个首都的一个市的市长 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嘉宾 那个塔利班现在这么多人一些 或者这么猖獗啊 是不是他跟他的 是不是那个联合部队 脚捧不利啊 脚匪不利啊 是不是那个当地有 他有 顺得了明星呢 因为嘉宾 以前是作为一个 检视防复周刊的记者 你作为一个记者 你身临其境的 你采访过 接受过 有没有他们 塔利班现在还有没有明星在哪里呢 谢谢啊 好 对于广东呢 我想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回应 是的 大家刚才讲了很好的几点 塔利班不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差不多只有15%的人 说他们支持叛乱分子 那么支持叛乱分子呢 都是Poshton人 就是他们说 普什图语的这些人会支持 他们只占人口的38%到40% 但是整个阿富汗来说 他们都只是在南部和东部 而叛乱分子也就是集中在南部 但在东部也有一些 但是他们的行动呢 全国都有 联军确实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他们在过去的行动 不是一直都很有效 但是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一个问题呢 就是阿富汗政府本身太弱了 他们没有办法让一般的阿富汗人的生活更好 腐败也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政府的官员 包括警察 也参与这种腐败 所以这也减少了政府在人民中的民心 叛乱分子 有的人就觉得叛乱分子可能会拯救他们 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并不是说 并不是因为叛乱分子的组织很好 或者说他们是好人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基地 他们现在的阿富汗的政府 在卡布尔之外的治理能力也相当的弱 刚才这位观众还提到一点 就是当初美国在推翻塔利班政权之后 如果不去攻打伊拉克 而是把力量集中在阿富汗的话 那么阿富汗塔利班 是不是可能就没有喘息的机会去卷土重来 那么以前美国舆论界也有人这么认为 说是美国攻打伊拉克 忽略了阿富汗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但不是说军队的资源 在一些阿富汗 有一些部落集团 当时在伊拉克 那我们认为 我们下期再见